日前接貨轄區一處園藝所的老闆 他報案指稱他店內的一盆羅漢松盆栽被竊 那我們接貨報案了以後 我們就立即展開調查 在調閱眾多監視器發現那個歹徒是一名林姓的嫌犯 他利用連日的豪雨的機會 因為在深夜那個開一部小貨車懸掛他人的車牌 到那個該園御處的地方去偷竊這個盆栽羅漢松 那據老闆講這價值有六萬塊 那我們收集完證據以後 我們持票向那個橋頭法院申請搜索票 到林姓的家中住處 起貨了羅漢松盆栽一盆 還有龍柏盆栽一盆 以及曾柏盆栽一盆 那曾柏他是在五年前 另外一位師祖失竊的 那我們也順利通知那個師祖來領回 他非常高興 那曾柏的價值大概多少錢 曾柏的價值 據那個被害那個嫌疑辦 他自己講說曾有人出價一百萬跟他買 他還不捨得割愛 他說他對這些原因的那個盆栽 他非常感興趣 所以他要離去的時候 還托我們像那個被害人說 要好好的照顧這些盆栽 那他還跟這些盆栽一一道別 他還沒想到這個盆栽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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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